阿露哈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的 又回到我們喵咪大戰爭時間啦 那在今天影片開始以前呢 昨天好像有人對我們影片有點問題 那其實那個問題呢 就是好像在出到我們 八分多鐘的時候 其實有一段好像跟我們畫面鬥不上去喔 那不要懷疑 那個絕對是因為哲平 影片沒剪好 哈哈哈 結果 後來我看了之後 我看了差不多兩三遍才發現 欸 奇怪 到底為什麼那個畫面跟聲音會鬥不上去呢 所以大家如果以後在影片看到有這種畫面的話 請絕對不要覺得好像 欸 怎麼會怪怪的 那絕對是因為哲平影片出了問題好不好 那因為好像也不影響觀看啦 所以哲平就不打算再重置了 那那一段就是哲平沒有處理好了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啦 哈哈哈 那我們今天要挑戰的東西呢 是哲平之前在直播的時候 因為發現這個關卡很有趣喔 所以就想要自己留下來私下挑戰看看 那也就是我們黑暗的國際城市裡面的那個 通勤尖峰喔 那那個時候觀眾真的是有夠壞 他說這關卡要 忍超過二兩分鐘之後就會變得非常好打 可是待會呢 你們只要進去看 如果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很僵屍 不把他們給毀掉之後 會發生很恐怖的事情囉 那這個通勤尖峰裡面 基本上就是有我們的紅色敵人跟我們的天使魚啦 那我們就先用這一對來挑戰看看吧 然後那其實這個我們的通勤尖峰啊 哲平自己下也有自己挑戰過 那其實好像都沒有像開台的時候 這麼順利直接打到後面去喔 所以我們今天呢 一樣來讓大家看一下我們的通勤尖峰 順便來努力的挑戰成功這個關卡喔 那我們通勤尖峰 拉斯哥 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那基本上哲平帶上這個隊伍是有像 我們的那個初期的時候錢包就有增量 所以一開始初始的金額的話會比較多 因為想要趕快先叫出我們的二號機 因為這邊的話 除了我們天使魚出來之後呢 就是我們的紅色水豚啦 那這個水豚的話呢 就是盡可能趕快把它給解決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那基本上 哲平這邊的話應該會先努力先存到我們 4500塊再叫出我們的二號機喔 那這邊的話 可能會比較驚險一點點 這邊 先讓他們咬一下塔也不足為據喔 這邊的話呢 就等下咬一下塔這邊 趕快個出去 沒問題 這邊來二號機直接打下去 那二號機出出來之後呢 就是趕快出我們的一般強貓 跟我們的大狂亂強貓喔 就是來幫我們二號機 賭一下陣線 那希望我們天使魚是不要打到我們二號機 所以 就是讓我們那個 水豚快靠近我們塔的時候 再出我們的二號機 不然二號機可能會被打到喔 這邊的話 二號機 阿 沒死了沒問題 這邊的話 繼續加油 哇 那這邊的話 應該會失敗的原因是因為 我忘記出我們那個蘋果貓來幫他 來暈眩一下喔 所以 其實這關卡其實也算是 蠻麻煩的一個關卡啦 我相信大家有一些不錯的打法 不過哲平應該就是蠢蠢的 所以我們就只能用一些比較白色的打法喔 那 目前哲平來說的話 應該是先等我們 一樣是等我們的水豚軍到我們塔前面的時候呢 等他要壓塔的時候呢 我們再派出我們的二號機 那 避免二號機直接被他咬死喔 所以我們這邊就等我們水豚軍過來吧 那等他過來之後呢 剛剛哲平是一直只有出我們的那個強貓跟我們的大寬強貓 那這次的話呢 哲平應該會再加上我們的蘋果貓喔 應該這樣就可以了吧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先出我們的二號機 然後出我們的大寬強貓跟強貓 出去之後呢 有我們的八百多塊的時候就馬上在叫我們那個蘋果貓喔 可是這邊感覺我們的錢錢 呵呵 拜託 我記得直播的時候明明就有打贏過咧 OK 八百塊叫我們的蘋果貓出場喔 這邊應該就可以暫停到我們一些水豚軍啦 OK 這邊二號機再一次的暴擊喔 問題 這邊的話其實打死我們水豚軍之後呢 其實我們也不會得到太多的錢啦 所以還是盡可能就是趕快把我們水豚軍給打死喔 OK 這邊死了一隻之後呢 我們的二號機也死掉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不記得之前的時候我們有打得這麼辛苦喔 而且這邊後面又出現我們一隻紅色的海報喔 哇 那這邊的話呢 加上我們的蘋果貓 盡可能來拖一點陣線時間喔 看一下能不能撐到我們的那個下一隻超級貓貓出來喔 這邊的話用我們蘋果貓來先打個陣線應該是會不錯的喔 那下一隻的話呢 看一下會不會出我們的冰雪女王貓 我記得之前明明就沒有那麼慘啊 為什麼還是開直播的時候 觀眾給我的力氣比較大呢 所以我應該以後都還是要開直播打關卡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啊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這邊可能又要被我們的海報 跟我們的水豚給打爆了喔 這邊可能是比較慘的 我想要撐到兩分鐘給大家看啊 好 我們這邊的話繼續撐 繼續撐 那第二隻海報要來囉 哇 那我覺得這邊的話應該是還缺一隻 喔 沒有喔 這邊剛好可以喔 賣出我們的冰雪女王貓 直接來一個暈眩喔 因為剛好把我們的海報給打死 那這邊的話看起來我們的海報的那個血量其實是不多的 這邊來幫忙開貓砲喔 OK 把他們打出去之後呢 應該就有機會可以撐一段時間了 因為我們這邊可是有冰雪女王貓的啊 這邊又把海報打死之後呢 應該就可以叫我們卡利法來打我們這個魚了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先不要那麼快的 把我們這個天使魚給打死喔 因為待會我要讓大家看到 這個關卡 最恐怖的地方 這關卡其實把我們水屯打完之後就是打我們的翻車魚嘛 那把翻車魚打死之後呢 應該關卡就會比較輕鬆容易了 那輕鬆容易之後呢 就是趕快回塔 因為這關的話到2分鐘的時候 還是1分鐘的時候就會出現很龐大的軍團 那這一次應該是可以讓大家看到了 那待會的話大家就開始拭目以待吧 就是待會會出現 好啦 20幾隻還是50幾隻的那個天使魚 加我們的那個水屯喔 所以是很可怕的 那這個時候其實正確的打法應該就是派上我們的 哈哈姆特 或是派上我們一些速攻打法 趕快把這隻翻車魚打死 然後趕快碰塔結束這回合喔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應該不會那麼簡單把翻車魚打死喔 我們這邊就先疊一下強貓跟大寬強貓 讓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做2分鐘的地獄喔 來來來 我們這邊就拼命先跟他們疊起來喔 那其實剛剛打法也算滿金錢喔 開始了 要來囉 這邊開始出了第二隻翻車魚了對不對 那你們待會看 就會發生很恐怖的事情 越來越多的翻車魚 還有越來越多的水屯軍喔 第三隻翻車魚出現了 那其實 我覺得這個關卡其實真的是 非常的有趣喔 因為 你到時候就是整個地圖 全部都是我們的水屯軍 跟全部都是我們的翻車魚喔 這大概是我打過傳說關卡裡面 最有趣的一個關卡 因為到時候就是 整個地圖全部都是你無法抵決的敵人喔 那想要撐也撐不贏喔 這邊你看看我們的翻車魚量 已經慢慢的在加深了 然後待會這隻海豹出完之後 應該後面就有更多的水屯軍喔 看到這個 分身陣型有沒有 第一隻水屯軍出來了 第二隻水屯軍出來了 第三隻水屯軍出來了 第四隻水屯軍出來了 那你看我們後面的這個翻車魚 我看一下 這邊到底是能不能用什麼方法 來把他們給解決 因為很多人都說 那個在直播的時候 我說這樣可不可以活 大家都說沒救了好不好 真的是 真的是很沒救耶 你們自己看這個翻車魚的量 跟我們的水屯軍的量 因為 這個量到底要怎麼減呢 感覺也減不起來耶 這個 這個量 感覺 因為 一個就是水屯軍打前排 然後再來就是後面是我們翻車魚 打後排喔 所以基本上是無法去讓他們全部暫停的 如果沒有翻車魚的話 只是這個水屯軍的量 應該感覺好像還可以 欸 越來越多了耶 比我之前開直播的時候還要多耶 真的是好噁心喔 你知道嗎 超噁心 我以為 你這樣不說 我還以為是對面開什麼外掛 還是什麼東西 你們自己看這個水屯軍的量 到底該怎麼辦呢 然後這個翻車魚的量 直接 秒殺好不好 直接被秒殺 所以 真的是還蠻恐怖的 所以 這關卡就是要打一個速攻打法啦 好的那 精彩的畫面也讓大家看過了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想辦法通過我們這個通勤尖縫 那 剛剛其實應該蠻有機會的啦 所以這次應該是可以 一次過的感覺喔 就是 一樣就是等我們水屯軍到這邊的時候 就是派出我們二號機 那打完之後二號機可能會死掉 死掉之後 在這個二號機出場的時候 還是要配合我們那個蘋果貓去幫他暈眩 那努力的把海豹打死之後呢 馬上出我們的冰雪女王貓 就可以把牠們卡在這邊囉 那這邊的話就是要比較小心一點點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話呢 就先不要急喔 因為 我記得有時候就是出太極 我們的二號機直接被我們水屯軍的那個 咬一下就直接暴擊死掉 那其實是很恐怖的喔 因為他一咬暴擊 我們就二號機就直接爆炸 很簡單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 就先不急 我們就先一樣出我們的強貓 跟打狂亂強貓 那出到我們有800多塊的時候呢 就出一隻蘋果貓 來幫牠們擋一下陣型喔 因為其實這邊 還滿麻煩的 就是因為後面還有一隻那個翻車魚啦 OK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穩定囉 那這邊的話 如果能夠把我們一隻水屯軍殺死之後呢 就可以再出一隻蘋果貓囉 OK 那其實最好的條件應該就是 打完我們水屯軍的時候 我們二號機還在 那是最好的條件喔 OK 我們這邊的話應該可以穩定喔 那 讓我們的二號機去打我們的海豹 應該也是 魔問題的啦 那只要把我們海豹打死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很多錢了 很多錢之後呢 就出個冰雪女王貓 女王貓出來之後 把水屯軍打死之後呢 就馬上出個哈哈姆跟卡莉華喔 用他們兩隻來打我們的翻車魚 就應該是沒問題 OK 這邊的話呢 等我們的這邊 滿錢的時候呢 等他這邊 馬上出一隻 等他下一次攻擊好了 這邊攻擊完之後 馬上出我們的哈哈姆特啦 這邊攻擊完之後呢 哈哈姆特登場 登場之後呢 趕快來打一波大型的傷害 應該就沒問題囉 GOGOGO 這邊打了一下我們翻車魚 應該在第二下就可以了 OK 沒問題 這邊被炸了一下 沒死之後呢 應該可以再開一個貓砲 來幫我們哈哈姆特喔 OK OK 這邊兩下 居然還沒有打死耶 所以是 這翻車魚也是滿猛的耶 哇 哈姆特還沒死 還有機會喔 這邊感覺是可以的 哇 可是我覺得這隻翻車魚 真的有點猛 哇 欸 還沒死耶 欸 大哥 太猛了吧 哇 那我覺得這關的話 如果真的要用這個打法 欸 有機會有機會 趕快趕快 快點快點快點 我原本想要用哈哈姆特打塔法 可是這邊好像不太成功喔 因為 我們這邊哈哈姆特 要打我們那隻翻車魚 就打了好多下 所以這隻翻車魚還是有點猛耶 不過我們這邊應該是可以 靠我們卡莉法 跟我們的強貓 跟我們的美女神 來打我們的塔喔 希望 可以在兩分鐘之內解決這個關卡 不然待會 又會有一大波的那個 水豚軍跟我們的那個天使魚喔 很恐怖的 OK 那我們就順利的打完 我們的通勤尖峰了 那其實這個關卡真的非常有趣啦 所以這平台決定要來拍給大家看 那這個關卡如果大家遇到的話 千千萬萬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在我們兩分鐘之內 把這個關卡給解決喔 不然待會的話 你就會遇到很多的水豚軍 再加上我們的天使翻車魚喔 好的那你對我們的通勤尖峰 有一些比較好打的方法 或是一些比較安全的攻略方法的話呢 都歡迎在以下留言分享給哲平 或是分享給其他需要幫助的小辣椒們喔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喜歡 如果喜歡哲平頻道的話 可能要按訂閱喔 那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未能夠詐平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